一個人去探訣啦 你先擋啊 這怎麼冷靜的下來 大陸浙江一名夜市攤商 平時擺攤賣鐵板魷魚 得知自己重樂透 獎金還超過台幣一億 在攤位上大吼大叫 嗨倒爆 高舉雙手正臂歡呼 攤子也不管了 忙著繞場炫耀 隨後還拿起椅子 一陣亂砸 更扯的是 砸得居然是 自己的攤子 拿起黃色板凳 往自己的魷魚攤招牌 大力砸下去 接著又翻桌 旁人怎麼攔都攔不住 原來這名老闆 跟朋友27人合資買彩券 總共集資約台幣5700元 中了約和台幣1.14億元大獎 他負責選號碼 還能另多一點 魷魚攤老闆 開心表示自己負責選號 估計至少能拿到約台幣487萬 開心的說可以拿來當兒子結婚的彩禮 還馬上把夜市攤位轉讓出去 不過不少網友倒是吐槽 才中400多萬就不擺攤了 可能不太夠 還有人建議其實攤位不用轉 大家愛湊熱鬧會去捧場沾洗氣 生意肯定更好 記者綜合報導